跟半年前的自己正在一起 年輕24歲的許小姐 廉價身材明顯小了不少 靠著會繞到手術 許小姐這一瘦就是30多公斤 而生過兩個孩子的她 受傷之後也變得魅力十足 還找回了自信心 那時候會很自備 不喜歡錯 然後像老公有一些聚餐不敢去 受了最開心的事情是什麼 可以穿大了 對 就可以打扮 有穿表演服 然後現在就算已經已婚了 然後還有人對 跟許小姐一樣 成功甩開胖胖一組的 還有這兩位男士 他們的體重原本都破百 減重前穿的超大尺碼裤子 拿出來比一比 不誇張 幾乎可以三下兩個自己 比較愉快 非常愉快 整個人都是比較舒服了 而且走路的話 負擔不會那麼重 不管是中藥 西藥 還是像什麼埋線針灸 就每個禮拜去擦十二支針 往肚子 削腿 到處擦針 然後就還是都去嘗試這樣 然後就都沒有用 靠著專業大改造胃 讓這一群B&I超過35以上的超胖一組 在短短幾個月內就瘦身成功 找回了健康 而醫生也表示 新型的腹腔劍微創減重手術 是從肚皮上動刀 伸住胃 做繞道 還有縮胃 會變小 飢餓感就跟著降低 體重自然下降 我們身體的飢餓的一個激素 是在胃部裡面分泌的 那分泌完之後呢 我們把會分泌飢餓激素的 這一部分的胃切除掉 那之後呢 病人就會長期不會覺得餓 吃一點點就飽了 醫師表示這個族群減肥困難 也很容易因為肥胖引發代謝性的疾病 像是糖尿病跟高血壓 而腹腔劍回創減重手術 比起傳統的傷口小 也不容易會產生腹胖 不管維持好身材 患者還是得謹守忌口 還有多運動 這兩家話 台中採訪不到